哈囉大家好 我是鱸魚 各位今天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這次V253的一些改版內容 首先第一個就是我們的活動 溫餐廳 那這次也一樣有沒任務的部分 那他不是打怪獲得硬幣 而是要完成這個沒任務的內容 來去獲得他的活動硬幣 那每天最多呢可以領取300個硬幣 那這一次唯一不同的就是 當你完成300硬幣之後呢 我們可以領取這個優惠券 那這個優惠券呢會儲存300點的經驗點數 那這個點數呢可以交換成經驗值來做使用 無論是你要給燃燒角色 或者是之後的新職業卡莉都可以 那交換的時候呢 大家可以先預覽一下 之後升到的趴數會是如何 那記得到這邊之後再按確認 到最後這邊他還會再有一個最終提示 會告訴你之後交換以後獲得的經驗值趴數是多少 你再來決定你要不要做兌換 那你領取的同時呢 也同樣完成了這個牽到的動作 那這次牽到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畫面 有比較深色的這個天數以及淺色的 那深色的呢可以額外獲得這個美味點數10點 那一般的這個白色呢 就是單純獲得這個經驗值點數 那右邊這一排深色呢 美味點數可以獲得到20的點數 那這個美味點數呢 就是我們所謂的活動buff啦 那大家要記得喔 在點活動buff之前呢 請先想清楚 因為這個buff呢是不能重點的 點了之後就沒有辦法來做更換囉 那這個牽到的部分呢 一樣可以使用封點來進行補牽喔 那至於這個通行證呢 要不要購買 我是建議大家可以購買啦 如果大家這個經濟能力許可的話 對吧 可以用封閉換封點來做購買 或者是用點數都可以 那至於這個通行證呢 你可以到最後一天的時候再購買也行 前面的獎勵都是可以領取的 並不會因為你前面領了之後 後續再開的時候領不到前面的 不會不會 你可以到全部簽完 那再開通行證 再一次領也是ok的 那再來這個美洲任務的部分呢 大家不用著急喔 因為這個美洲任務要等到 禮拜四boss更新才會開始 畢竟以往改版都是禮拜三嘛 那這次禮拜二 那有些人周王已經都先打完了 所以為了公平性呢 要等到活動更新後的那個禮拜四 周王從之後才可以開始 進行我們這個美洲任務 那即使你這禮拜的沒有打完 你再打他也不會算到這個任務裡面 你必須要等到禮拜四之後 才會開始做計算 那再來還有我們這個美濟任務啦 這個美濟任務的數量就比較大 那硬幣也比較豐富 那這個美濟任務呢 你就可以自己決定要把這個硬幣給誰領 因為呢這個美濟任務跟美洲任務 都是伺服器為單位進行的 但是美濟任務的部分呢 是角色為單位進行的 所以是可以刷分身的 但是這個簽到啊也是以伺服器為單位進行的 所以呢我們的美濟任務就是 角色為單位 那美洲跟美濟呢 就是以伺服器為單位進行 還有我們的這個 簽到的部分 經驗值點數 那再來這次還有一個活動 就是我們的問候週啦 那這個問候週其實沒什麼特別的 就是簡單的掛機 你只要在線上90分鐘 那你不管用哪一個角色都可以 並不是要固定角色 那這個簽到的部分呢 是一直到6月27號 這段時間內呢你必須要完成7天才可以獲得全部的獎勵 但獎勵的部分可以不用先領取 獎勵的部分呢 獎勵的領取時間呢是到7月11號 那你獎勵可以放著 比如說有人想要把這些經驗交換券啊 批寵之類的 給我們的新職業卡莉嘛 那你可以等到7月5號 卡莉出來的時候再做領取 都是可以的 而且這些獎勵呢都可以放倉庫 所以大家都可以扣著是沒關係的 那說到卡莉啊相信大家應該大部分玩家都領到這個貝貝箱的補償的部分 那裡面呢有這個東西 叫做燃燒升級藥水 那這個藥水呢是可以給燃燒角做使用的 但是呢他只能給200等以前的角色做使用 所以呢如果你要留著 給卡莉做使用的話 請記得先不要把它給打開來 不然到時候卡莉就用不到了 那當然啦如果你已經開了也沒關係啦 畢竟裡面有三倍券嘛 可能已經有人給燃燒角色做使用了 就像我一樣 那我的卡莉就用不到這個了 那其餘這個貝貝箱的內容也沒什麼特別的啦 就跟以往送的那些差不多 沒什麼特別的 那以上就是我們這個溫餐廳的目前大致內容啦 那至於商店的部分呢其實跟之前差不多啦 我就不多做介紹了 那相信大家點會很好奇喔 這一次還有沒有額外的小遊戲可以來玩呢 有的 我們這一次的活動比較特別喔 他每一周呢都有不同的活動內容 像我們第一周是問候周 那下一周呢 就是我們的合作周 就我們的小遊戲的部分了 那這個小遊戲就是可以獲得經驗值的那種小遊戲了 而且每天可以獲得五次 這一次的活動比較豐富一點啦 每一周都有不同的內容 像之後還有什麼小遊戲周啊 加油周啊 還有我們的珍奶周 這個就等之後出的時候再來一一的介紹 那先跟大家說一下 小遊戲的部分是有的 但都在後面的內容裡面喔 好那再來呢各位這次合作呢 有我們的活動網頁可以參加喔 那這個活動呢 你只要每天有登入加登出一次 以及完成ARC或AUT的每日的話 就可以獲得三次的抽獎機會 但是如果你只有登入加登出的話 那你只會獲得一個抽獎機會 那大家要注意喔 一定要進行登入以及登出的動作 如果你掛機在線上一直到跨日都沒有登出的話 那你就連一次的抽獎機會都沒有喔 那你累積滿抽獎14次之後呢 會發放這個特殊合作獎勵 那這個頁面也算做的蠻用心的啦 就一個類似直播的畫面 那你可以這邊輸入你想要的名稱以及內容 那輸入完了之後呢 就會發在這個網頁上面喔 就類似一種斗內的形式啊 那大家要記得喔 如果你今天這個累積的次數沒有把它使用完畢的話 隔天就會被重置了 所以各位 當日要使用完畢喔 未使用不會累積啊 隔天早上7點就會重置了 那可以獲得的內容呢 就如圖面上所示 比較好的就是美容美髮跟時尚隨機箱啦 都不錯 那最近有這個合作點裝以及 這個頭髮嘛 大家可以來增加這個抽獎的機會 那大家也不要一跨日就來抽啦 因為它要到早上7點才會更新這個次數 所以大家就早上7點過後 再來這個網頁來抽獎就可以了 那再來呢就是跟各位介紹一下我們這一次的系統改動部分 首先呢我們從220到259等這個區間經驗值的需求量有在做減少喔 那至於之前說的200到260的經驗減半啊 這個是要等到六轉的時候 那個時候才有做大幅度的調降 這次呢只是稍微調降而已喔 那再來我們ARC每日任務呢 我們的部分區域 每日獲得的數量有在往上做提升 那還有我們的AUT 阿爾克斯以及賽爾尼文呢 都有在做翻倍 那ARC的這個每個任務經驗也有在做上調喔 那我們ARC額外的這些小遊戲呢 從原本每日的三次現在變成每週三次了 那每一次完成會直接給15顆的ARC 那它會是以這種交換券的形式來發送喔 那我們這些ARC小遊戲的內容呢 也有在做調整喔 像我們杜茲的武藤呢 從原本的三個難度 現在變更為只有一種統一難度而已 那還有我們的精靈救援者 也刪除了之前那個防禦值的部分 之前那個防禦值你只要被清零的話 就會直接被趕出場 那現在不會 而且你有10分鐘的時間可以跳 那你只要分數達到1萬分呢 就會直接的離場了 那再來變化最大的 就是我們的夢都啦 我們夢都呢 從原本的毀夢塔變為 午夜追擊者 那午夜追擊者的玩法其實很簡單啦 一進來的時候呢 這邊會顯示你 要去採集什麼樣的家具 那這個地圖呢 總共會有9個房間 一開始會在最中間 那其實呢 這個遊戲也沒什麼特別的啊 你就是呢 先去大概的看過一下 各個房間有什麼樣的家具 那如果你能全部記下來 那是最好的 那如果記不下來的話 那就只能每出一個就找一個 那這個傳送點的移動順序呢 就是跟著我們左上角的地圖是一樣的 好 那當你找到符合的家具的時候呢 你必須把這個地圖的所有怪物給清掉 那清掉了之後呢 就可以對這個家具使用採集鍵 那你就完成了 那接下來就會 再公佈下一個 你所需要解鎖的這個家具 所以才說各位要把這個地圖給背下來 這樣就不用再找第二遍了 那如果你們跟我一樣記憶力不太好的呢 就是每出一個 就找一遍 那這個怪物呢 你也不能先打 就有人可能會想說 欸那我先打 可能留個幾隻 路過的時候清一下 但是沒有喔 各位 你只要過圖再回來 這個怪物全部都重新補出來了 所以即使你把他清到剩下兩三隻呢 你只要過圖再回來 他就全部補滿了 但是你在這個地圖內的話 你只要把他清完 他們是不會重生的啦 這個到時候不用擔心 那上面整個家具收集完成之後呢 就通關了 這個就是我們新的 物業追擊者的部分 那這次的改動 大家說好不好呢 我個人覺得還行啦 雖然這個 小遊戲的部分啊 可能相比之下 比之前獲得的還要少 但我只能說就是 以前啊大部分的玩家 可能都是 只有解這個 擊殺怪物每日的部分 那小遊戲的部分 蠻多人都不會參加的 呃就比如說像我 還蠻懶的 每天要玩三次 就算後面 有慢慢過主線到每日一次 有些小遊戲也是 不太願意去接觸的 那畢竟還要每天嘛 那現在改為每周三次之後呢 可能 讓大家比較有動力 可以去參與這個小遊戲的部分 畢竟已經大幅度 減少了要花費的時間 那數量少這麼一些呢 我覺得是可以接受的啦 那 每日的部分也有在做增加嘛 呃前面那四張地圖 那再來跟系統相關的 就我之前提到的 心力十五星以前 不會再有破壞的這個情況發生 那這個就不多提了啦 畢竟台幅 我覺得真的用不太到 那再來要說的呢 就是我們這個能力值的部分 現在 有更詳細的這個資訊哦 有我們的攻擊力 以及魔法攻擊的部分 還有我們的攻擊速度 那攻擊速度的部分呢 大家滑鼠移過來 可以看到哦 第八階段就是最快的攻速了 所以 你只要有達到第八階段呢 就代表你不需要再額外的任何 這個加攻速的效果 比如說最終急速啊 後退供藥水 都不需要了 因此要有到達第八階段就可以了 那再來選項的部分呢 我們的畫質裡面啊 有多了更細節的部分 可以來做調整哦 大家呢 就可以根據自己的喜好 來調整自己所喜歡的畫質 那還有一個就是 大家有沒有發現 多了這個實驗室的部分 這個實驗室呢 新增了這個 在BOSS中 顯示我的角色的剪影功能 也就是 之後呢 不只怪物有剪影效果 連自己的角色也有剪影效果了 那給大家實際的看一下是什麼感覺哦 OK 各位 有沒有看到 你只要在BOSS的這個關卡裡面呢 你的角色呢 就會多了這個剪影功能 那你可以選擇你自己所喜歡的顏色 還有這個 厚度的部分 這邊都可以再做調整 不過 它這個厚度就 三種 三種厚度 那多了這個功能之後呢 大家以後 全開特效打王 再也不是夢想了對不對 好 各位 那我們就來試一下 全開特效打王 究竟會長什麼樣子 哦 各位有沒有看到 我這個小馬 一圈 橘色的這樣繞著 呵 OK OK 可以啊 還蠻清楚的 這樣即使全開特效 應該也是看得到自己在哪邊了 可以可以 呵呵呵呵 還不錯還不錯 那看來各位 如果你的電腦效能允許的話 之後真的可以全開特效打王 沒問題了 那再來其實還有很多系統上 以及遊戲內的改動 那大家歡迎可以去我們的官網 這次非常貼心 都要把它整理出來 大家可以來去上面做這個觀看哦 還有我們的這些地圖跟任務 也有在做修改 那比如說像我們這個啾啾啊 以前不是在解美日的時候 很常遇到那種二合 兩種怪在同一種地圖 二合一的那種地圖 那現在都改為 只會出現一種怪物 讓你在解這個美日會更加的方便了 那還有很多類似這種的改動啦 歡迎大家來看一下 那我覺得這次最需要講的呢 就是我們的全新方塊點數系統 這一次真的是沒有想到 會新增這個東西進來 那這個系統呢 就是大家一直在說的 裡面有我們的卡勒馬 附加傳說潛在能力卷軸 就是這個 那他需要兌換的點數是 45500點哦 那這個點數要怎麼獲得呢 就是直接使用現有的這些方塊 就可以獲得相對應的點數了 那系主潛的這個方塊呢 就是獲得一般方塊的點數 那系附加的呢 就可以獲得我們附加方塊的點數 所以呢 才會分為有這兩種點數 一個是一般方塊一個是附加 那剛說了嘛 附加傳說要 45500點 那一個普通的附加呢 是65點 那一除下來呢 剛好整除700點 所以呢各位 如果你要換到我們這個 卡勒馬附加傳說的話 需要洗700次 那這個點數呢 會到下個月的最後一天重置 這什麼意思呢 比如說今天是21號 那我現在開始洗了 可以獲得這個點數 那我這個點數呢 就是到7月底的時候會消失 那如果你是7月1號獲得這個點數呢 那就是到下個月 8月31號才會重置 大概是這種感覺 那這個點數呢 都會提醒你 這個月會消失多少點數 而下個月又會消失多少點數 這邊都會提醒你 就有點像是里程的那種感覺啦 那至於說 對這個系統有什麼想法 其實也沒什麼啦 只是沒想到 這麼快就出附加傳說卷了 就是會出不意外 只是沒想到這麼快就有了 那只能說呢 台服的這個系統啊 跟韓服的蠻不一樣的 那韓服他們是 214次會跳傳說啦 那這之中呢 如果你有跳傳說 就會重置這個次數 那台服的不一樣 這700次內呢 無論你跳幾件 因為但是累積點數嘛 都還可以再多換這一張 就等於多送你一次啦 所以韓服那個 比較像在救非洲人嘛 因為韓服那個 214次必上嘛 那韓服那個 歐洲人就沒差 因為你214內 只要跳了就重置了 所以運氣好的 韓服那個系統 就比較沒差 那台服不一樣 台服是這個非洲人 沒什麼差 台服你非洲的話 700次 700次都沒上 那真的是飛到不行 那也才多給你這個 也是血虧 對不對 也是血虧 那如果台服你是歐洲人的話 這700次你跳了好多件 你已經賺了 之外呢 又再多送你這一張 是吧 但無論你是哪一種人呢 你都必須要有洗到這個量 才跟你有關係啊 不然 平常沒什麼洗附加 或是根本洗不了這麼多的 那這個系統估計 也是用不太到啦 比較有可能就是 你洗比較大量的閃眩 那可以多省一張HD傳說卷 所以在卡勒馬傳說卷 就跟HD傳說卷 沒什麼區別了其實 那韓服那個就比較像是 真的是在 有比較有那種保底的感覺啦 至於這個到底像不像保底 我也說不太出來 就等於多送你一張的感覺 而且主要是這個點數 還有時間限制啦 所以你最久就是兩個月內 要把它換完嘛 嗯 如果你一號開始洗 到下個月才31號 兩個月的時間 你要把這個點數給換完 不然就會消失了 那只能說呢 梅與蝦也好 對吧 沒蜜蜜蜜 是不是 就只能當著多給的囉 好啦各位 那以上就是這一次的V253內容了啦 那之後這個活動的部分啊 如果還有新的內容 會再依序的介紹給大家 那這部影片 今天到這邊結束了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部影片見啦 大家掰掰